当地时间10月10日据路透社报道 波音公司称全球范围内的航空公司已检查了所拥有的共810架波音737NG飞机 发现共有38架飞机存在结构性裂缝 需要进行维修和更换受影响的零件 这也意味着该问题的发生几率约为5% 上述结构性裂缝位于飞机的机身和机翼结构的连接部位 也是机身与机翼间的主要承重元件 波音和航空公司方面称 这38架飞机将一直停飞至问题被修复 近一年来波音737系列飞机负面事件缠身 在2018年10月失航及2019年3月埃塞航空波音737 MAX发生两次坠机 共导致346人遇难后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空管理部门下令停飞该机型 目前认为两次坠机均与波音在737 MAX上安装的 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转件有关 当地时间10月9日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达紧急检查指令后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和巴西格尔航空公司 停飞了至少13架波音737N机飞机 上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曾告知 美国飞机运营商检查165架波音737N机飞机 是否存在结构性裂缝 加上周美国电航空管理局下达紧急检查169 有充分地过于大宗盘下达紧急检查164架波音737